這大概叫難民 我們看到的四分之一大而已吧 這其中一座難民 這座難民叫問不要滿難民 大家隨便查查看好了 它收容多少人 那你把整數說出來 查查看這座難民有十萬 五萬 十萬 十萬 沒有啦 沒那麼多啦 十萬人 它大概就 這張照片大概只有四分之一 還是五分之一而已 可是做大麻也不大了嘛 就變三坡地這樣 鐵絲往一圈圍起來 然後只有幾個出入口 就有檢查哨 賀鄉實戰檢查哨 然後整個邊境公務其實到處都是檢查哨 只要你要從曼谷啦 反正要到邊區其實都是檢查哨 就一定要查你的通行證 查你的護照 那基本上在邊境公務上也都是在查這些 那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就是被關在裡面的東西出來 被收容在裡面 也被關在裡面 兩萬人 這其中一座 然後這座難民最久 就是說難民被收容在泰國的這些難民裡面 最久的多久 幾年 幾年 二次 第一批難民一萬多人 1980年 現在是二千 五塊就是三十一年 五塊三十一年 當你出生在這個地方 出生在這個難民裡面就代表什麼 就代表你是難民 三十年前你出生在這裡 你就住三十年就是難民 你世界多大 就這麼大 他不要說什麼 小朋友 就等下看到那些照片 那些孩子說我們去 我們在當地去做幼兒教育服務的嘛 三大五歲的小朋友 我印象很深刻啊 就 二千八年 九年前我在那邊 第一年去那裡邊境的時候 那看到老師大肚子懷孕 那隔幾個月 小朋友出生 然後再隔幾個月 已經很多小朋友在跑來跑去 三個月 三年 四年在幼兒園 那我離開的時候 上小學 那他就是在裡面 就是在裡面而已 就是在裡面 那我其實 多說一下吧 反正那 其實我很怕人 在他裡面聽我最怕人家問我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台北漫股機票來揮章多少錢 一萬塊沒這 但是對於當地來講天價 第二問題 我去過哪些國家 第三個問題 我有沒有唸過大學 當然我會坦白說我唸過大學 台灣唸 他有沒有問他 後來都知道 就知道我還去國外唸書 他曾經在那邊 就是一個朋友 他三十 他年紀 大我幾歲了 變成我自己年紀長得怪 那他就是三十年前跟著爸媽 他十幾歲的時候 四五歲跟著爸媽討難 到了派國 然後開始被送在奈米裡面 後來在裡面娶妻生子 那他說我們工作夥伴 他就有朋友 後來 後來是有朋友 然後有一天他就到他家 其實我常常到他家 就在那邊 跟他家坐 他突然問我說 Sank 我可不可以借教你的護照 他有考考護照 雖然上面還有加印中華民國 就中華民國來加印 那個 他借下護照 那因為我們的護照 以前都要刑警簽證 簽證要有那個貼紙 所以有啊 帶去一些國教 去過大陸 國老是幾個禮 那他就看到一張一張的 在那一看 他就有點自言自語 然後有點像跟我說 真希望有一天為日本自己的護照 跟你一樣 去這些國家找一找看一看 然後他也希望他有機會能來台灣 能到我的故鄉 他又覺得我們是台灣區的團體 搞得是台灣的經費資料去幫助他們 那他覺得他想來這個土地上 看看你在這個土地上的這些善意 那我覺得在接觸的時候 其實他是透過過 在看台灣 在看台灣 那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其實都很 很多太沉重的東西 都很難去面對 尤其當地裡面很多年輕人 他們其實英文很好 英文沒有很好 可是當他們聽到我在講台灣 講我自己的經驗 像我去那裡玩 或是台灣有什麼有什麼 或是他們經過 有時候還是看到一些雜誌報紙 哇 台灣有101有高鐵 問題那些也不是我們蓋的啊 那些是泰國人的蓋 那泰國朋友 然後 然後他們這些年輕人 難民的 不要說難民的啦 泰免邊境的 不要說緬甸啦 不要說少數民族的 也泰國的年輕人都一樣 他一聽的時候 他眼睛都發亮 他對於那個 我 他 那其實我能夠出現在當地 這代表我跟他們不一樣了 哪裡不一樣 我比較有機會 我比較有資源 那不然的話 為什麼不是他出現在這裡 而是我出現在那邊 那他還出現在這邊 那他出現在這邊 他只能去挖隧道 跟蓋高去公路 公路 那泰免的狀況 好 拍一點時間 我想放個影片 那是兩年前公共電視 獨立特派原道 泰免邊境拍的一個新聞專題 那我覺得他把那個故事的背景說得滿完整的 我就直接請大家看那個 拍請大家看那個影片 然後 待會兒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 一些時間我們來 不要再やってilläußen 搞不好 搖部門 gegangen 全部都出來 他打開說誒 第一天聽到 bunlar 然後剛剛開場的時候 齁 我的哏 不老先被那個 Movement 好幸福 好糟 來輕鬆是我們哥的 然後來輕鬆 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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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 謝謝 放聲音可以嗎 謝謝 歡迎收看獨立特派員 這個星期六 6月20號 是聯合國的世界難民日 聯合國用這個問題來提醒世人 必須關注那些為了躲避戰爭或天災 而逃離家園的人們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2007年的統計 目前全球有超過3300萬名的難民 其中在泰緬邊境就有超過100萬的緬甸人 是因為政治壓迫或者是經濟因素而逃到泰國 他們大部分屬於一隻叫做假糧的少數民族 有些假糧難民因為符合條件可以住進難民營 但有些卻成為非法偷渡者 獨立特派員李杰林羅盛達前往泰緬邊境 主要收容緬甸難民的梅索小鎮實地了解這一群人的生活 哭聲都很難民營 哭聲順小鎮實地了解讀 有點恢律 酷聲的歌聲鎮實地了解讀 哭聲的歌聲鎮實地了解讀 掌聲鎮實地了解讀 在路上村民被射殺了 然後就拆到地雷了 我覺得如果我可以移動到第三個國家 我們會開始新生活 我每次來這邊其實都覺得很無奈 今天很不舒服 因為我覺得 在六年多來五年來 他們都還是在這邊 六零年代緬甸軍政府主政以來 超過百萬緬甸人 在自己的土地上流離失所 其中十分之一被收容在 泰國最西北的邊境城市中 深夜躲過探照燈 一群人正靜悄悄射水過河 很多人是有保險的 不到三百公尺的河面 對岸就是緬甸 在夜色的掩護下 緬甸人成群結隊地越過邊境 白天他們則化整為林 美索鎮 位在泰國達省境內 是泰國國境的最西點 鎮上這座名為友誼橋的邊境橋 每天有無數的人車來往 橋面上屬於合法的那邊 橋底下則有許多灰色蔓延 越過河走過沙洲 緬甸小販們在河堤邊 搭齊簡單的貨棚兜售商品 只要不翻過鐵欄杆 泰國邊境的軍人基本上也不敢測 河 landed一樣 河田年佩戈 河田年基羅 來到維持久安 俗礼 掩添 河田年佩戈 河田河長 河田年佩戈 河田年佩戈 國內容 aquell心 河田年佩戈 河田年佩戈 不过即使要面对许多的未知及危险 这几年依然有许多缅甸人 用各种方式来到泰国境内 打开冷冻货柜车厢 救护人员赶紧将里头的民众救下车 不过许多人已经奄奄一席 甚至成了冰冷遗体 近年来泰国经济起飞 许多缅甸人纷纷偷渡到泰国打工 1962年缅甸由军人主政 47年来内部风火不断 尤其2007年9月26日 缅甸军政府在首都仰光街头 开枪射杀示威的僧侣 翻红花革命震惊全球 缅甸人因为政治压迫和经济匮乏两种理由 不断出走邻国 一直到现在缅甸内部尤其是边境 依然无法平静 这是当地的这些贾阳 难民团体的自己缅迹发现的刊物 因为他们就会排记者到缅甸境内 他们卡轮轴里面 像这就是在路上村民被射杀的 然后这就是财道地雷 这种竹枝啊炒边一边在这边做的移植 好像在地雷 然后这个就是明天境内的村庄就被烧过了 就是被攻击啊 放火烧掉 在明天境内就 因为正在的关系 那现在大游击站 要不然就像这样买地雷 地雷伤害其实相当大 地雷伤害相当大 因为后来买到大家都忘了卖在那边 那将来其实我觉得最 最长久来说有一天也许和平了 可是这些地雷 如何去清除 然后都很困难 这是非常困难 然后如何去处理彼此之间这种 仇恨啊 征战杀戮 那都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很大的困境 棕色的屋顶绿色的山林 两种颜色是奈米英里的主要色系 对于美索镇一个多小时车程的 美拉难民营 是泰缅边境最大的难民营 目前有四万多名缅甸难民 在这边寻求政治庇护 今年52岁的Nasalato 就是其中之一 那小拉头的父亲最后在缅甸监狱中遭到军方杀害 他随着家人辗转逃到泰国 于符合受政治压迫的难民条件 所以被安置在难民营中 那你认为这些人住在这里 好,很难 为什么你说那样? 因为没有我们的难 然后没有蜂蜜 everything we cannot do,anything here is my sleeping bag all people get at me there is my son here is my kitchen the veggies and mangoes mango tree there is just now my nephew and niece sleep in bed three family my family is six another family five another family seven 三家十八口人 就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不过 所以让nasalato忧虑的 却和困苦的生活无关 yes I learn now because I can communicate with other people for my children's future they don't want to learn only I learn here I still learning Thai language last year I learned this year I'm not free yet later I will learn now I'm learning wively you can sit in there you can sit in there you can do anything everything for your children right? yes for their future because after my husband died i have to stand up alone come and carry the water and also killed by the army in the jail so yes I think if I came we went to move to the third country then we will start new life now no choice snacks whatever the government put up 所以我們不用擔心 沒什麼 拖鞋躲避球 這裡的小孩如果在這邊出生 大多說幾乎都是啦 就是他所看到的世界就這麼大吧 只有外面的人進來 沒有他們要出去 我一定不能 我們就被限制住是不行的 那幾乎就沒有機會了 那所以很多在這裡出生 那甚至有的如果年老的過世的 就生老病死都在這邊了 從山腰上俯瞰一件件竹子木材和茅草蓋起來的房子 如同模型一般錯落在山坡上 美索鎖鎮南邊的溫彰邁南明營 是泰眉邊境十多個南明營中海拔最高的一座 攀手 攀手 一台車可以載一千兩百支 那個竹子 其實那件材都是竹子 然後這竹子就是 這些國際組織專注要讓他們蓋房子 然後或者像我們學校有說 這種建材的人在看 攀手 這樣子啊 小朋友如果現在沒上學的話 平常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他們要幹嘛 也不知道跑到那邊去 不然的話 家長有時候他們要忙一些農務啊 幹嘛的啊 家務 可是小朋友其實 大概就一邊管了 管就在這裡面這樣 換來換去 只要下個月 下個禮拜開學就都送到學校去 至少 有老師照顧 可以學習 小朋友大概一起玩 然後還有得吃 然後 就照顧上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平常小朋友要是不去上學 可能一整天都沒東西 如果大人太忙 是啊 大人忙 或者反正家裡 本來就是 他們有時候可能只煮 早上煮一餐 把飯都煮起來 然後中午去吃 剩飯 然後東西也沒什麼 就吃得很簡單 那所以小朋友的話 要不然就是剩飯吃一下 要不然就是 飯不夠 就沒煮 就沒得吃了 五月份是泰國學校的暑假 不用上學 營區裡到處都可以看到 小孩子結伴玩耍的身影 無憂無慮的他們還不曉得 大人們正為下學期的餐費 相後的經驗 這是營養午餐費 那待會會請學校他們來 簽收簽名 那就是我們提供現金 然後他們會去買 新鮮的蔬菜 然後新鮮的肉類 因為這些東西 他們裡面都沒有配給 所以這些孩子 很多一天可能吃到一餐兩餐而已 那可是在學校 他們只要來幼兒園 他們每天都可以在學校 吃到一餐有肉有菜 一個孩子一天一餐 只有三塊錢的預算 那三塊錢其實真的 就像一百個孩子的一個學校 他要準備一餐 現在其實只有三百塊 那三百塊要買肉 要買菜要買蛋 要準備其他的調味料等等 其實不太夠 所以我們希望說 今年就可以加到五塊錢這樣子 讓孩子有更豐富的 歡迎來到快樂世界學校 小朋友 趁著返校路 我們跟著難民營裡的孩子 一起等待三塊錢的午餐 所以這是學校的準備營養午餐 這個是稀飯 小朋友稀飯 然後像平常的話 其實就是 老師啊 然後那名媽媽家長他們來幫忙煮 一般是煮稀飯 就煮麵嘛 然後或者是就是 因為很多小朋友不吃蔬菜 他就是把它有蔬菜 然後有肉 有新鮮的這些食材吧 對 新鮮的食物 不然的話 你那些配景就是只有乾的東西 那佐料啊 飯這些有配景 可是新鮮的食物來源是沒有的 你就一定要花錢去買 或者去拔野草拔野菜 這樣子 但是都很有錢 因為這裡生活這麼稠密 其實都沒有這樣的 沒有這樣的資源 如果是有一筆捐助進來 他希望蓋學校 蓋醫療所 蓋一個東西這樣 那其實蓋起來就 就很漂亮嘛 然後會 會有一個成果啊 會有落成啊 典禮OK 可是對我們這種是 服務的東西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比較軟體 營養午餐也是 每天吃 每個月每年 那這些東西好像會覺得說 如果對贊助人來講 我看不到 可是看不到就不重要了嘛 一個孩子 一天三塊錢的餐費 聽起來不多 不過因為募款困難 加上新學期 入學人數超過預期 一個孩子 實際上能分到的餐費 已經不到三塊錢 我每次來到這邊 其實都覺得很無奈 其實很不舒服 是因為我覺得 你看這六年多來 我每年來 他們都還是在這邊 他們被收容在這裡 可是其實也就是被限制在這裡了 沒有自由 沒有身份 沒有土地 他們世界這麼大 那我會自己想說 如果我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怎麼去面對這樣的生活 就面對未來的時候 你好像每天還是要過 可是又看不到 他們還是每天要面對問題的人 可是他們還是願意去 去珍惜每一天 然後對未來 抱持的希望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到底哪一天才能回家 我這邊六年多 我也看他們等了六年多 會不會再等個一二十年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五十五哥 他們對我展現 他們自己的優惠感 你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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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有兩個爸爸兩個媽媽 他其實就是 這邊有住兩戶人家 所以 他自己有七二小孩 然後另外還有三個是另外的家庭 他們就都住在一起 所以才有這麼多小朋友 然後還有幾個比較大的 就在 現在在外面這樣子 那像現在放暑假了 小朋友不上學 他們都做什麼 聽 呃 放暑假了 不上學在做什麼 這我自己會救好了 你媽媽要是放假的 在以假良語 或綿語為主要語言的難民營 外來者至少需要雙重翻譯 拜拜 舞 Agency 世界最波方热 舞你都birth return to the Winds 舞这些东西 卫星 李林 400g 了埕老师 連對外溝通都顯得困難重重 然而流落異鄉的緬甸人 依然努力生活照顧下一代 也為所謂的勇敢做了另一種表白 目前緬甸境內還是有軍人主政 而軍政府對邊境的少數民族 採取高壓統治手段 賈良族組成了游擊隊加以反抗 最近緬甸軍政府又開始攻打 賈良族反抗軍的據點 使得難民人數持續增加 也更需要國際各界的持續關係 因為他們